欢迎来到KK音乐 新生代歌手 对了 还有一点听让我惊讶的 原来马家琪也会唱歌啊 而且唱得相当不错 原来在《我就是演员》里 她的表现相当好 我以为她未来就是专门来演戏的呢 而这次节目里又发现了另一个维度的马家琪 为了后面说话方便 先把老中青三代歌手的名字列出来吧 前辈歌手杨坤 周传雄小刚 陈慧贤 中生代歌手 肖敬腾 陆虎 安佑琪 新生代歌手 孟慧元 马家琪 张琪 其实 张琪被分到新生代行列里我挺不理解的 当然 张琪已经解释过原因了 但是我给忘了 前辈歌手陈慧贤 咱们还是按照顺序来吧 先说陈慧贤和安佑琪这一对的配对情况 陈慧贤第一次来 显然对节目规则不太了解 所以他便懵懂地选择了安佑琪 可以说他选择安佑琪来配对时 都是发猛的 否则 在二人演唱完歌曲之后 陈慧贤也就不会拒绝安佑琪了 其实 这二人的合作一开始 就让观众听得相当不舒服 可能安佑琪身在演唱中 他自己体会不出来吧 观众们都听出来了 安佑琪的声音太亮 太燥 终生代歌手安佑琪 而陈慧贤的声音更加绵厚 冷冷 游和 后面如果二人一直合作下去的话 安佑琪的声音亮度一定会把陈慧贤压得毫无存在感 这一点 陈慧贤在初次合作期间就已经发现了 作为唱歌界的老嘎 他怎么能让晚辈压自己一头呢 第二对合作盲配是肖敬腾和张琪 这二人别看都是男生 都是摇滚嗓 但他们的音色特别和谐 最关键的是这人在高音区的音色都各有特色 并且观众也特别希望二人在PK中拿出自己的绝火 新生代歌手张琪 肖敬腾的声音边缘比较整齿 声波颗粒也比较细腻 嬴衬 而张琪声音的颗粒就比较大而明显 二人在中声区的音色对比不太明显 但是观众仅听声音的颗粒度就能分辨出是谁的声音 合作中二人的声音既有和谐又有对比 所以说听起来很舒服 而这是指他们在中声区的合作状态 而到了高声区 二人声音的对比度就更加明显了 张琪的四列音特别具有穿透性和侵略性 中声代歌手肖敬腾 而肖敬腾的嘶吼也具有猛兽一般的凶悍 大家还记得与神的王妃吗 这次杨坤跟孟慧元的合作 明显是给小孟做嫁衣裳的 为的是进一步地把她推向陈慧贤 其实 在老边看来 杨坤声音中的粗粒与苍凉 跟孟慧元的细腻柔美是特别契合的 后面合作中定然能爆出更多火花的 合作一开始就带给观众一种美女与苍狼的反差感 这种反差所焕发出来的是听之美 一定震撼了很多观众的 前辈歌手杨坤 但是 没办法 作为综艺老嘎杨坤当然懂得成人之美了 所以 孟慧元最终就得偿所愿了 想象一下去年 这次小孟同学应该高兴地哭出来才对 去年的小孟就是今年的安幼琪 其实 我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呢 那就是安幼琪跟杨坤比较合适 安幼琪那种又亮又尖的声音 只有杨坤能够震得住 但是 杨坤最终从小刚手里抢走了马佳琪 应该说 小马同学是一个很有情商的艺人 所以 情商才让他选择了杨坤 新生代歌手孟慧元 而拿观众的听觉来决定的话 大家反倒觉得小刚和小马合作特别合适 因为二人的声音既和谐又有对比性 应该说是最完美的一对歌者 但在小马看来资源和人脉更加重要 那么小刚和杨坤这二人 谁在国内的人脉和资源更广 更厚 当然是杨坤了 跟小刚合作起来 效果当然好了 但是节目一结束 他就回台湾了 什么大忙都帮不上 相对来讲 杨坤的人脉和资源多雄厚啊 小马当然选择杨坤了 并且他们二人的声音更有对比度 对比约伦组